彭孝大哥你怎么观察双方的政治攻防 我觉得第一个 虽然说现在说好像他们不会上演这个 但是我认为这个是标准戏 另外有关于韩国瑜在加拿大的 不管是居留权也好国籍也好这些问题 说实在我很早以前我就有所耳闻了 没有耳闻他们家有居留权 就是有在申请 因为像韩兵来讲 以他的状况 他的居留权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他在加拿大有工作 他有房子 虽然韩国瑜他们讲说 他那个房子是什么地下室 但是我要在这边跟各位说明一下 在北美一带 北美一带的一楼 它是好像一半的 为什么是这样子呢 一方面 他如果说有一部分是在地下的话 那么这个房子一楼房子冬暖夏凉 是非常抢手的 坦白讲 我打得差我直接猜测了 他们家放三个小孩在加拿大念书 一般放小孩在念书的就是普通就业 然后我知道台湾有很多人在加拿大 基本上是投资移民 那投资移民大家自己上网路Google search 很多人号称加币20万就可以投资移民了 那加币20万你去换算可能是台币几百万的汇率 然后就我知道确实有一些人投资移民顺便 因为要投资嘛 钱要换成加币嘛 所以就顺便买个房子 就等于说买个房子给小孩住 小孩顺便读书 那读书因为要读很多年嘛 那个房子也保值嘛 然后那个买房的过程就符合了投资移民 跟这个金额的法规了嘛 所以我猜测判断 我猜测判断 韩冰他们三个姐弟 可能要这个符合这样的标准是容易的 那韩国瑜跟李嘉芬是这样标准的爸爸妈妈 所以他们如果要申请国籍 可能是另外一个标准 那所以呢韩冰或者韩冰的妹妹弟弟 有没有加拿大籍 有没有加拿大居留权 有没有双重国籍 那这个处境 这个处境在台湾 其实可以去认真思考 为什么台湾内部有一大堆 把小孩子放在北美的 或者有双重国籍的人 特别爱亲中 特别爱中国 为什么不送小孩去北京读书 为什么不送去北京投资移民 为什么不去北京入籍 那我并不知道韩冰真确的状况 但我刚刚形容行述了 台湾有很多人送小孩在加拿大读书 都是用这样的配套方案 对 在大陆他们这个叫什么 叫少先队 先把小孩移过去 那么小孩呢 他在那边读书 然后有个房子 他就很容易取得国籍 那么所以他取得国籍以后 父母可以用依亲的方式 那么这样就缩短了很多 他申请的这个流程 那么但是呢 这里面呢 也有一个问题 就在于说 这个为什么说很多移民到北美去的 他们成为这个 所谓的爱中国 他不是爱中国 他是爱人民币 为什么爱人民币呢 没有 我觉得在美国内部 有很多韩粉华侠 对 这也是很妙的处境 就他移民的时候选择美国 但是他对于台湾的政治路线 他认为应该选择中国 是啊 所以这就是类似精神分裂 对不对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你在美国的华人 说实在 这个你被白人歧视 也就算了 对不对 但是你最火的是什么 黑人 甚至Amigo 他会歧视你 因为你在那里感觉到被歧视 所以你会希望说 我的祖国是一个强大的 过去那个时代 很多人看到我们 这个穿得比较好 穿得比较整齐 那么消费场所比较高 他们会认为我们是什么 认为我们是日本人 那么因为我们常跟 日本人都分不出来 那么后来呢 会不会是香港的 或台湾的 我们绝对 人家说 Are you Chinese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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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Taiwanese 对不对 每个都要强调说 我不是中国人 但是呢 因为中国在这十几二十年来 越来越强大了 所以说 使得这些的人 会有一个心理想 我有一个比较强的靠山 所以这种心理的因素 造成他们这种很矛盾的心情 当然另外一方面 这个由于他们在美国的关系 有很多的生意啊 也是因为 透过他们在美国的关系 跟大陆那边的 这个亲友之间 形成了一个 贸易上的一个 一个有利的这种交易线路 所以这也是 使他们有很多的人 包括说台湾人在内 透过这样的关系 到大陆去 这个掏金 那么也有人因为这样子 也获得了很多的利益 为什么 因为毕竟他们在美国 有他们的路子 对他们美国的市场 又比较了解 知道美国市场需要什么 然后透过大陆的关系 他们知道大陆的生产地 哪个地方能够生产出便宜 又能够合复美国需要的东西来 所以过去有一段时间 借着这样子 可以获得很多利益 但这个利益 由于越来越多的大陆人 移民到那里去 它是慢慢减少 所以这个对大陆来讲 也是一个精神分裂 为什么精神分裂 大陆一天到晚喊爱国主义 结果移民去了 很多都是什么 都是成功人士 社会精英 对不对 为什么 要不然就是红二代红三代 好我们刚好再回到节目现场 我们下期再见